那个时候戒律分成五部 所以在戒律里面有同式五思 义式五思的分别 佛入面以后 义式五思一代一代相传下来 那么第一就是末佛家舍 第二 欧南 第三 末田地 第四 上了活修 第五 游波菊多 这是义式五思 佛灭度以后 那么这一代一代这样相传下来 一世一世不同 相传下来的一世五思 这都是由根本八十宋律 后来分成上寿大宗两部 那么一直流传到第五世 当然游波菊多尊者的时候 据说游波菊多有五位弟子 五个弟子 见解不同 因此戒律就分成五部 那么就是谭福德 沙波多 弥撒舍 迦舍仪 婆崇佛罗 有这五部 那么举双嘛 这诸是游波菊多尊者的弟子 那么这是同世五思 同一世五位律师 分出这个五部界律不同 那么这个五部律是指这五部 现在藏经里面有四部律 现在藏经里面有四部律 所以这个五部律是指这个同世五思的五部律 那么这里就是律藏了 我们平常习惯上称为经 律 论 三藏 现在这里变成经论律 律 四地不同 不过我们现在啊 还是按照这个习惯 经理论三藏来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对于这个经理论三藏啊 这是很普通的常识 应当地知道啊 所谓 佛法 虽然很多 总不出 戒定会三无漏学 戒定会三无漏学 啊 如果论起教的次序 欧函最先说 这经藏摆在第一 啊 如果论修行呢 戒力摆在前面 所以论修行就是戒定会 啊 由戒深定 因定发会 是这名为三无漏学 这是冷眼经的话 啊 佛仪教经里面说 依因此戒 德圣诸禅定 极灭苦智慧 啊 这是佛仪教经 啊 定会都是由戒生 啊 由戒才能生定会 这戒摆在最前面 论修行 戒摆在最前面 啊 论佛最先说的法 是经最前面 先说是我还 有四地法 啊 所以论说法的四地 是经 律论啊 应当论障 多数都是佛入面以后 弟子们说的 大菩萨 或者是祖师们所做的 是经律论三藏 这样子按照说的四地 啊 那么修行是戒定会 那么经律论三藏啊 它的里面的含义啊 平常这样子说的 经圈定学 就是经藏里面是显示禅定的道理 经兼定学 当然也兼戒兼会 这以定为主 啊 律兼戒学 戒律啊 是牵弦戒律的啊 这个戒法的学问啊 的道理 律兼戒学 律藏里面是说明这个持戒的方法 持戒的道理 律兼戒学 当然兼有定会 论兼会学 论 主要是死人开发智慧 啊 论兼会学 当然里面也有戒有定啊 主要是说的会 论兼会学 啊 平常习惯上是这样子说明 经 就是说定的 律 持戒的 论 开发智慧的 实际上每一步都有戒定会 啊 经也有戒定会 绿也有戒定会 论也有戒定会 论也有戒定会的 啊 他这一句话里面就包含这个一战的意义 经圈一心 还是那个颜字旁的圈 经上啊 他是圈弦一心的道理 一心就是定 一心就是定 经圈一心 啊 比如说念佛念一心不乱 就是定 经圈一心 律归三业 律 戒律里面讲的是要做众生修行 佛弟子修行的时候 身口意三业的规范 身口意三业要应当怎么样的持戒才能如法 戒律里面有意义说明 啊 他的规范都在这个戒律里面 所以律归散业 律归散业啊 论辩邪证 有智慧才能辨别邪证呢 啊 论典里面呢 他就辨别这个邪证的分别 论辩邪证 这必定需要知道的啊 这就是金律论三丈的这个明句啊 啊 经圈一心 律归三业 论辩邪证 这些明句都要把它记起来啊 这就是所谓金律论三丈 啊 这列明 说完了啊 呃 呃 当然里面含义很多 这里不能一一四一讲啊 其次第二 卷起 卷起 卷是卷定 啊 卷定现在这里所说的三丈是属于哪一类 啊 应当取哪一类的三丈 看出证文 词字三丈 明通大小 金律小圣三丈也 这个叫做卷起 啊 是三丈名义之下 第二颗卷起 就这一段文 上面所所讲的金律论三丈啊 论他的名称 大圣佛法也有三丈 小圣也有三丈 所以他的名称是同一大小的 大圣三丈经常例如说 博热经 法法涅槃 啊 华言 啊 方等部的教典 通通都是大圣三丈 尤其中国中文的藏经 大圣三丈的经典更多 啊 金律论三丈 律像梵王经 菩萨界 啊 像这个欲缺菩萨界本 地词菩萨界本 菩萨善界经 这都是大圣律障 大圣论障 例如说大制度论 世经论 呃 中经论 像玉切斯蒂论 中论百论等 呃 大圣一样有 嗯 有三丈 那么上面讲的是根据小圣三丈讲 那么既然三丈的名义 通一大圣小圣 现在这里所讲的三丈是指哪一类呢 取哪一类呢 金取小圣三丈也 现在这里的藏教啊 所说的三丈啊 是指小圣三丈 是指生文藏 不是菩萨藏 小圣的三丈 金律论三丈 哦 那么既然是小圣三丈 这个教应当就叫做小圣教不就行了吗 弦守五教啊 第一就是小教 就是小圣教 他直接叫做小圣教 啊 为什么要叫做三丈教不叫小圣教呢 有什么根据呢 如果没有根据怎么可以这样说呀 这下面就是第三隐正 科判第三隐正 下文呢 就是隐正 有三行多 看正文 大制度论 大制度论云 家战原子 至于聪明利根 以菩萨中 明三丈议 不读烟经 非大菩萨 这是隐正大制度论 隐正有两种 一个是隐正大制度论 一个是隐正的法伐经 大制度论 大制度论一百卷 他制的这个法治论 前面讲的那个法治论的作者 他自己因为他很聪明 很有智慧很利根 那么 以菩萨中 菩萨就是前面说的大菩萨论 读大菩萨论的五百欧罗汉当中 也有一位是佳三原子 他在大菩萨中 说明这个三丈的意义 这个三丈 只是指小胜三丈 不读烟经 烟 抹火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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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成中国话就是大圣 他们没有读过大圣经 加三原子 他没有读大圣经 既然没有读大圣经 他就不懂得菩萨法 非大菩萨 他没有读过大圣经 所以他不是菩萨 不是大菩萨 不是大圣的菩萨法 所以他是属于小圣的 那么根据这一段文 称小圣人为三丈 是有根据 根据大致多论说 说加三原子 他们小圣人读大菩萨论 那么说明这个三丈的意义 因为小圣的三丈 很有规律分得很清楚 金就是金 绿就是绿 论就是论 清清楚楚 大圣的三丈里面 没有分得那么清楚 金里面有绿 绿里面有金 例如说梵王金 那么菩萨界 是在梵王金里面 金绿比较分合 所以这个小圣三丈 他分得很清楚 所以因此称小圣人 我也叫做三丈学者 这是根据大致多论说 下面在引证法伐经 又法伐人 探作小圣三丈学者 这两句话 就在法伐经的第十四评 第十四评 就是这个暗乐行评 四暗乐行的第一暗乐行 里面的句诵里面有这么两句 探作小圣三丈学者 他说这个小圣人 只是指着这个三丈教典 那么所以叫做探作小圣三丈学者 那么根据法伐经 称小圣为三丈学者 可见这个三丈 直指小圣 是有根据的 那么根据这两部经论的说法 所以智者大师 把这个小圣教定为三丈教 是有这个根据 这是引证 下文一行就是判定 第四判定 依此等文 故大师称小圣为三丈教 一是依照 依照上面所说的制度论 跟这个法伐经 等于其他的经文还有说的 这里简阅 因此自故大师 大师指智者大师 智者大师判定这个天才教官 因此 智者大师就称这个小圣教叫做三丈教 把小圣教判定为三丈教是有根据的 根据上面的这些道理 所以称为三丈教 以小圣为三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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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和其来有三种意义 第一 第一 小圣的三丈 它的部落 各别分得很清楚 刚才说的 金是金律 律是律 论是论 分得很清楚 这是第一 第二 小圣的金律论 是各异的分开的 金律论 完全分得清楚 不像大圣的金律论 它的里面的内容 是分合的 第三 破旧一 旧一就指世间的外道人 这是心一法 佛法叫做心一 外道的叫做旧一 小圣法注重在破外道 先破除外道的之作 才能显示大圣佛法 所以叫做破旧一 显示佛法的新的意义 与外道不一样 那么小圣的金律论三丈里面 显示的很清楚 因此之故把这个小圣教法 判定为三丈教 智德大师把这个小圣 判为三丈教 就是由这些根据 所以叫做 藏教 简称为藏教 这就是把这个 是三丈明一 这一颗说清楚了 按照文字做一个简单说明 不能细讲 下文明教所被居 这个三丈教所适应 所适合的根据 哪一种根据可以修 下文 就是说明这个三圣根性 主要是说圣文 所以藏教 是正化二圣 庞化菩萨 这些名称 都要把它记好 藏教是正化二圣 庞化菩萨 庞是庞间 所以这个三丈教里面 不能称为小圣教 不能称为小圣教 因为他有菩萨 有最顿根的界内菩萨 所以不能称为小圣教 如果单称小圣的话 菩萨就没有办法包含在里面了 那么一下呀 说明这个四地 这是非常重要的了 从下次开始啊 就比较容易懂了 比较容易懂了 就从四地的苦地开始 说明这个三界六道轮回 那么内容的这个道理呀 都是我们初学佛法的人 这些名像都应当知道的 所以从下次开始讲的 反而是浅的了 都是在四项方面的 容易懂的 那么前面可以说 都是一些难关 在天台世教里面 比较难的 一些主要的难关呢 已经冲过来了 突破了 从下次开始讲藏教 说明这个藏教的四地之理呀 生灭四地 内容的道理 就是我们普通学佛的常识 通通包含在里面 所以从下次开始就容易懂了 应当要好好地学习啊 那么这个科判呢 个人还是要抄起来 啊 不要单于这个影印的做标准 应当要抄起来 超过一遍呢 你脑子里面比较有印象 那么将来讲的时候啊 容易啊 这个得到了解 自己超有科判呢 随时要翻要对 就比较容易啊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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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以宣扬佛陀正法 培育优秀身材 积极社会公义为职制 二十多年来 借由各项法务 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 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 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 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 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 让大众接触佛法 明白因果业报观念 才能断额修缮 改善命运 所有的方便法门 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 认识佛教 学习佛法 才能离苦得乐 这是慈悲智业的 长期以来的使命 为了护持佛法永续 第一 更多众生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邀您继续护持 共同推动慈悲智业的各项会晤 让佛法甘露 遍洒各地 润则群生 护持邮局化佛帐号 5044-4468 5044-4468 护民财团法人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总管理处 地址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传真 03-989-8787 03-989-8787 慈悲智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6月24日上午8点半 礼拜药师宝灿 宫晴 宫晴战山法之领重 下午2点 白财神法会 宫晴慈人格西组法 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07-282-0278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佛教中山书方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慈悲智业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举办八观灾界 借谋山诗史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主法 法务指导僧众领众 日期 7月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高雄分会中山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82-0278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方 三号竹河山 院号移乘院 这座位在日本德岛县 明门市的真言宗寺院 创建于日本天平年间 为行姬菩萨 奉圣物天皇照领 开山而建 至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 是四国骗路88所临场巡礼的起点 故又被称为八院之寺 平安年间 日本空海大师于31岁时 前往中国求法 跟随密宗教主 慧果大师学习 学成返回日本后 于42岁 来到了四国 大师决定从东北出发 即现在的德岛式起身 以右边的方向 顺时针 开始了徒步参法修道的旅程 相传大师当时 在灵山寺进行了37天的修法 感觉此处 就像释迦摩尼佛 在印度灵旧山上 传法说道一般 故命名为灵山寺 也就是意味着 把印度的灵山移到了日本 而大师修法期间 所刻制的一尊释迦摩尼佛像 至今仍完好地 供奉在灵山寺的本堂内 景色悠悠 压生片片 红风伴水 泛生缭绕 一花一草的清净法身 皆为巡礼者 开眼的妙法 这是进入灵山寺 所映入燕连的灾汉 此处的元节观音 就矗立在进入山门后 守水舍的旁边 相传只要一星礼拜元节观音 无论是友情 爱情 还是亲情 都能得到平安顺水的祝福 寺院中央的放生池 经理悠游其中 水子地藏 也正无时无刻体 庇佑着早逝的森林 以及即将启程的旅人 林山寺中 以多宝塔与明治之亭 最为引人入圣 多宝塔会在大师堂北侧 高耸离天 显眼一变 为西元1428年 印有年间所建造 塔内 供奉着五志如来 当年 空海大师寻习途中 为当地百姓 祈求安宁 净除恼苦 带走恶难 开辟 弥除灾恶的修行道场 这些连接寺院的路径 至今仍让世界各地 来的朝圣者 所津津乐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作为骗路初始的林山寺 朝圣者在进行骗路修行之前 过程所需的装备等等 也可在此做好万全的准备 印有南魔大师片照金刚的白衣 斗笼上的同行二人 肩上的轮夹沙 以及手持代表金刚杖的拐杖 每个物件都有着修行的具体意义 空海大师虽然已经元吉千年 但他的法身灵 仍然骗照十方法界 所以寻拜八十八灵场 不仅仅是行者一人参拜 而是由空海大师扮行其中 信徒相信 只要跟随空海大师的脚步 寻拜八十八灵场 可以有身心清静 吉祥如意 疾病痊愈三大益处 他们更相信 完成骗路的寻拜 能消除俗世的烦恼 甚至达成长年的夙月 身为骗路巡礼道场的第一站 竹河山零三四 充满了坚定 毅力 不退初心的祝福 在玉勇哥的唱颂下 为巡礼者开启漫长的骗路之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